Hole Food Market是美國一間連鎖的超級市場 它標榜自己有很多健康和有機的食品 現在英國倫敦正有7間Hole Foods 如果你想在倫敦去最大的那間 就應該是在Kensington Hole Foods 的價錢都比較貴 所以我想試一下可不可以用10磅 買到早午晚三餐 我去了Piccadilly Circus那間 它比我想像中比較小 只有一層 但一樣東西看看有什麼早餐可以買到 它的粟米片的牌子 我在平時的超級市場 例如Sainsbury's 或者Morrison's 沒有見過 它每一盒都要4-5磅 應該不在預算裡面 我決定只買一瓶特價的乳酪 這個乳酪也有藍莓在裡面 所以不用買 啤酒或者水果 這包賣有特價 可以用來煮意大利飯 我本來想買這個特別一點的蔥頭 不知道是不是叫做香蕉蔥頭 不過它1kg要3磅3.99 都是買回普通洋蔥 因為洋蔥1kg2磅多 一個小洋蔥應該是少於100g 所以應該是幾十匹就買到 我會把蘑菇加入意大利飯 這個要2磅4.99 平時應該1磅多就買到 平均來說 whole food的價錢 比其他超級市場 應該有 多個雙倍 切了三角形 一塊塊的巴馬芝士 最便宜都要6-7磅一塊 放了很小粒的 我找到最便宜是2磅多 不過你看到它每一粒 會貼上芝士的皮 而那兒是不能食的 所以買一大塊是抵一盒 現在找了早餐和晚上吃甚麼 但下午就未找到 應該不是剩下很多錢 可能是還有2磅 我想買麵包 用回剛剛那些芝士剩 芝士多士 不過它1匹麵包也要3-4磅 它整個超級市場裡面 好像沒有什麼 是低於一磅的價錢 唯有買這個特價的意粉 用芝士和蘑菇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一個白汁意粉 習慣了 還有洋蔥 湯 抱歉,厚肉吃 我欠你一個洋蔥的價錢 按起這個拿鹽的價錢 我的10 壯的挑戰還成不成功 洋葱要2磅491kg 我买的洋葱是75.1g 即是洋葱19p就买到了 如果刚才收钱的时候没有打漏到的洋葱 总共会变了9磅92 就买到全部菜 煮寝 煮好的热煮 顾瓶 卡通 放开 盐 抹茶 炒蛋 草 泡 大 下次不要買這麼小粒和邊緣的芝士 因為很難摸